一键短片轻松记录大片镜头 让Mavicat 2成为你的随行跟拍摄影师吧 本视频包含 渐远 冲天 螺旋 环绕 彗星 小行星 视频回放及分享 注意 使用一键短片功能前 请确保飞行器处在Normal模式下 在满足设置的距离范围内 请选择无障碍无遮挡的开阔环境飞行 不熟悉飞行轨迹时 请先尝试较小的飞行距离 将飞行器起飞至离地面2米以上 点击右侧拍照功能按钮 选择一键短片模式 选择渐远 同时选择飞行器最大渐远距离 您可以通过朝着飞行器挥动手臂 实现自动框选目标 并快速进入短片拍摄的功能 也可以手动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 成功选择目标后再点击Start按钮 拍摄结束后飞行器将自动返回任务起点 选择冲天同时选择飞行器最大冲天距离 成功选择目标后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竖直向上飞行 拍摄结束后飞行器将自动返回任务起点 选择环绕 同时选择飞行器环绕方向 成功选择目标后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以当前距离为半径 按照设置方向环绕飞行一圈并自动录像 选择螺旋 同时选择飞行器最大飞行半径和绕行方向 成功选择目标后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以当前与目标的距离为初始半径 参照黄金螺旋曲线上升且后退 环绕拍摄目标飞行一圈 拍摄结束后飞行器将自动返回任务起点 选择彗星后 成功选择目标后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在一定范围内 渐变飞行的环绕半径对目标进行拍摄 选择小行星 您可以通过朝着飞行器挥动手臂 实现自动框选目标并快速进入短片拍摄的功能 飞行器将后退并上升到设置的距离 全停拍摄全景 拍摄结束后飞行器将自动返回任务起点 任务过程中可在APP右侧点击插号图标 或短按摇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 此时飞行器将会退出一键短片拍摄并自动原地悬停 需要注意在一键短片过程中 误触摇控器摇杆也会导致一键短片中止 拍摄完成后点击回放图标 可以对拍摄好的视频进行预览 点击右下角的切换按钮 可以切换浏览视频原片和生成的短片 点击左下角的下载图标 可将原片或短片保存至移动设备本地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编辑图标 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原片或短片进行创作 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可轻松与好友分享精彩瞬间 以上是一键短片的教学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 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